我们来看一下CG对战JW的第一局下半场 越来和公园两边的话阵容还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这把的话是那个心理换成 调酒换成了心理嘛 打女巫的话我觉得调酒的上限会更高一点 然后心理呢 他的怎么说呢 他的一个稳定性会更高 而且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因为这张大图嘛 你这个酒不一定送的过去的时候 比如说像刚才那种拉开大点 然后一波移情也是可以的 就可能要比调酒师效果更好 来看上来的话这边已经上车了 直接上车 站在这边 但这个位置你别说开车的话 真的有可能原生信徒过去直接给你拿一刀震慑的 因为这边心理学家是可以吃三刀的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跟女巫玩 玩得动 真玩得动 他能多扛一刀是完全玩得动的 就看这边待会队友有没有机会把他把这个站台给点了 要不要开一波车 因为他可以吃两刀嘛 吃两刀开车都可以对吧 这边的话一刀原生信徒打掉 女巫的话我经常给大家讲到 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呢 女巫他有两刀的能力 但是他第三刀的能力是很匮乏的 所以他前期抓心理学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边的话开车 女巫第一时间应该是补信徒 因为这刀是肯定打不上的 第一时间补信徒 看这个站台 这个站台应该是没有人点的 所有的队友好像都在对面吧 这边祭司是给了一个洞 给了一个洞 女巫自己穿掉 好然后切原生信徒 看有没有机会 但这波自己进去了以后呢 其实他对于心理学家的一个位置就要有一个判断了 心理学家这边会不会通过一波反走什么的 再补一个祭司的洞 这里的话能不能上车 身位上面来讲好像上不了车 上不了车 这边一刀想要去白嫖一刀祭司 这边祭司交了个飞轮 但是这刀如果追祭司的话 心理学家那边的身位 会不会拉开啊 而且这个祭司说实话也处理不掉 因为他上面就有个大洞 这个大洞一穿 你要去秒这个祭司 秒了这个祭司 你这边说实话 你要再过去补信徒什么的 其实还是要花不少的时间的 这边的话这刀没打中 完了 前期这个节奏有点差呀 这边祭司穿完大洞 然后跟队友状态一波补 剪个圈 慢慢消信徒 这边的心理学家手里还有个飞轮 女巫这边可能要等到八秒钟以后的技能好 放一只狗 抢个窗 还有一点是 这边如果说心理能够穿这个洞 穿了吗 没穿这个洞提前被打了 一刀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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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如果心理穿这个洞 对于女巫来讲 节奏就彻底炸了 不得不说 我们看下来 外服他们在这张地图的一个 鼓神来了 外服他们在这张地图 好像特别偏爱于打祭司的这个套路啊 因为在我们这大陆赛区的话 好像不是特别钟爱于打这种 因为这种阵容 打女巫呢 有一个什么点啊 就是在我看来啊 或者说在我对比我们大陆赛区的一个打法 穷者打法和他们打法 就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种打法 他密码机一定很慢 他的一个容错率其实是不高的 就这套阵容 你打女巫 我们目前来看 好像效果不错 对吧 如果说刚刚穿个大洞什么的 这边女巫节奏会炸 但是中间但凡有一环 让女巫抓到了 压一个机 什么控个三连 穷者这个阵容是很难翻回来的 因为他们机子速度不够 目前来看呢 穷者这边已经是占据了一些主动了 打出了一些优势了 但毕竟心理学家是一个没有太强牵制能力的一个点 如果说女巫这边能够稳定的再次击倒这个心理 并且挂上的话 问题好像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女巫还是可以保下这个平局 甚至有机会能争胜的 这边的话再帮心理下消信徒了 女巫这边似乎是想守一个三连 她并没有去管这个心理 并没有打得特别的针对 控三连吗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我看不了那个上帝视角的那个密码机分布 她这个三连控不住啊 兄弟们这边有个问题啊 她那边的终点半场就剩两台机 起点半场三台机 也就是说她想控三连好像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实 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没有三连给你控她打了一轮以后再回来找这个心理学家 那你中间那波花的时间不是白花的吗 等于说她中间打了一波野人 打了一波古董商 啥都没打掉啊 什么都没打掉 她中间那波时间是白花的 现在密码机的话 我觉得穷者这边 选择修地图另外半边 也就终点半边的两台机子 把那两台机子给修了 女巫这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进行一个反制控场的 控不了场 也就说这边穷者如果说最后一台机子交给祭司 古董商带着野人一起过来打架 这边的话看怎么救人啊 祭司过来 目前来看他们这个救人 好像是古董和祭司来救 但没救下来 那人被挂飞 讲道理这波是可以拿命去搏一搏的 讲道理是可以拿命去搏一搏的 因为你撑最后一台机子 并且这台机子是完全不受干扰的 就即便是你真的人没救下来 就像刚刚那边祭司去冲过去救 吃个震慑又怎么样呢 你吃个震慑女巫能拿你怎么样呢 对吧 女巫能有反制手段吗 没有的呀 吃个震慑他这边挂祭司 古董商压制救人 这边机子也压好了 是可以拿命去搏一搏的 然后呢 他们刚才这边还有一点就是 帮心理学啊信徒消掉以后 这心理学啊位置暴露 没补上状态 我没有看到是没来得及补还是没补 如果没来得及补呢 比如补了一半被发现了呢 那还行嘛 如果没补呢 也满亏的 毕竟心理学啊是唯一一个上锅挂的人 就还是感觉他们打得不够狠啊 就刚才那个局面 你要是交给狼队来打 那肯定是拿命去救啊 祭司拿命先把人救下来 拼命扛刀 扛到了 古董商过来了 这个局就不一样了 这个局就奔着四轮开门阵就去了 现在的话这边机子压好 祭司这边满血 手里三个洞有飞轮 毕马机点亮 打得不够凶啊 打得不够凶 因为当时那个局面 在我看来是完全可以拼命打的 就跟你玩命的 就是不要命的祭司往脸上冲 而且当时祭司手里还有个飞轮 什么飞轮躲一刀无伤救下来 那就拼命扛刀 然后呢 这边古董商过来 因为古董商手里面估计还剩个两到三棍嘛 这两到三棍其实拖出一个野人的密码机 我觉得也差不多够了 诶 德华 这最后祭司一个大洞 连通 啊 哇 他们是真的祭司玩的还是蛮溜的啊 看下来两局 这个祭司都是打出了属于祭司在月亮河的风采啊 这个就感觉回到了我们好多年前的比赛当中的感觉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